Hi,大家好,我是CC 一般来讲,健身计划表都是每周几练,哪天练腿,哪天练背之类的 然而男性的荷尔蒙周期是24小时 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状态在一天之内有所起伏 第二天还是同样的循环 而女性的荷尔蒙周期是大约一个月 我们的身体状态会在一个月经周期内起起伏伏 比如哪天觉得心情额外低落 哪天觉得锻炼力不从心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谈谈女性荷尔蒙在一个月经周期内 如何变化以及相应的运动建议 第一阶段卵炮期 这时期所分泌的荷尔蒙主要是促使卵子成熟 也就是月经第一天到排卵日 月经开始几小时后 雌激素从最低水平一直持续上涨直到排卵日达到顶峰 高丸酮在这个阶段末期上涨直到顶峰 雌激素的上升会使你感到情绪好有活力 记忆力更敏锐 思维更迅速 语速快而流畅 想继续参与社交 你感到很有冲劲 表现更外向 而且雌激素的上升会有利于增长肌肉量 增加增长肌肉的速度 尤其当你做抗组训练 也就是力量练习的时候 它会使你的胃口减小些 也就是你自然吃的少 并偏向于选择比较健康的食物 同时上升的雌激素 使你对疼疼的敏感度下降 比如接近排卵期的时候 你去看牙医或者扎针 会减小疼痛 而且这个阶段 你的性欲呈持续增长状态 所以我建议从月经结束 或者月经第四五天开始 就可以做力量锻炼 强度随着身体体能恢复 而慢慢加大 这里要说明一点 月经期是从有比较多的月经量 开始算起 直到这个流量减小结束 比如说有天晚上九十点钟 你来了一点点粉红色 那么这天不算开始月经 要从第二天真正有月经量 来算作月经第一天 再比如说月经末期只是有浅褐色的液体 那叫spotting 是身体排除旧的血 以及阴道自清洁的作用 不算作月经天数之内 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身边很多朋友 就是觉得身体有一点点异样 然后百度一下就觉得自己要死了 这里当然要吐槽百度 不过我就是说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垃圾信息有很多 你要学会过滤 当然我的频道就是最好的过滤器 只讲科学的 靠谱的 绝对不忽悠 好话说回来 月经周期的第二阶段叫黄体期 是从排卵回到精血期的开始 在这个时期 咱们很自然的从外在活动 推缩到一个深思内省的状态 在排卵结束后 磁激素和高弯酮下降 黄体酮也就是孕激素 呈持续上升状 在排卵结束后 你会感到些许疲劳 没精打采 小忧郁 易怒 性欲下降 基本上和排卵前呈相反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 因为你的磁激素减少了 孕激素持续上升 而孕激素 你听它这个名字 它是属于保胎的 它会减小你的活力 降低你大脑运转的速度 当然它会是你的胃口变好 让你想吃甜的咸的 以及脂肪含量高的安慰性食物 这时你比平时多吃一点没关系 因为此时磁激素 孕激素的结合 或是你在运动的时候 身体比平时多燃烧30%的脂肪 而且会通过流汗 减少身体排不出去的水分 减小水肿的小肚子 所以此时在断论中 多加有氧运动对减脂 绝对有示范功倍的效果 月经前几天 磁激素 孕激素 一同下降 直到最低水平 你会经历PMS Premestral Syndrome 也就是经前松核症 它会使我们变得 许怒无常 头疼 有时会有悲伤的情绪 焦虑 或者以上的混合 个人来讲 我是会情绪化 小韧性那种 这种唯一积极的方面就是 相比前半段 你的精力有所回升 因为你的孕激素 有所下降 也就是说 这个让你沉静 放缓的激素 不会对你身体大脑 造成太大的影响 月经前几天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的性欲会回暖 而且越接近月经的到来 越会水涨船高 当然这和激素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身体那部分的神经末梢 因为准备月经的到来 而受刺激的作用 此时以及月经期 不易做强度大的运动 但是我建议做瑜伽散步慢跑 因为活动身体可以增加血液循环 减轻身体不适的症状 而且运动会产生andorphins 这种荷尔蒙会使你的心情变好 关于以上 每个阶段聚集的长短 身体的反应强度因人而异 我建议你用两三个月经周期 来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 从而找到相应 最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 当然以上我所说的属于身体 受荷尔蒙影响自然状态的变化 不包括外在因素 比如说精神压力啊 服用其他药物等等 好的 今天我把这个话题公开来谈 就是想让我们当代女性 更加了解关注自己的身体 爱护自己 活得独立而精致 好的 欢迎持续关注我 下次见